德國前聯邦憲法保衛局局長馬森德士 從自身職業角度分析了東德並入西德後對德國的影響 他認為 在統一的過程中西德政府犯了很多錯誤 人們一直忽視的一個重大問題就是共產主義的影響與滲透 他分析說 很多西方人對共產主義認識不清 常常把共產主義者混同與社會民主主義者 認為他們只是比社會民主主義者更激進而已 馬森博士表示 在談到東德時 人們馬上會想到斯塔西 東德國安和東德共產黨 東德民眾互相監視告發監禁等 斯塔西在政治上對西德的影響被完全忽略了 馬森博士最後呼籲 在德國統一三十年之際 應該好好反思 在清除共產主義遺毒方面的經驗教訓 新唐人德國記者站報導